是皇帝的老死 称过死 也不敢称大死 但是主要晓得 唯独净土宗的祖师 可以称大死 这个是历代公认的 其他过宗派的祖师 都不能称大死 唯独净土宗 为什么呢 净土宗是教人一生平等成佛 一切祝福用这个法门 你今天也用这个方法 劝人念佛 也是平等成佛 跟佛没两样 所以只有净土宗的祖师 可以称大死 喜宁护这十六位尊者 十六位正司 在家等觉护萨 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 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时代 下面所讲的受五位 在家等觉菩萨 都是他方世界来的 这个很有味道 贤护是主人 我们这个俗佛世界主人 东道主 其他的是客人 实现的佛社这个法门 震动了 净虚空变发界 一切诸佛插土 你讲其他的经 没有这个力量 唯独将这个音 震动 净虚空变发界 所以 摄放世界的菩萨 自自然然就到这个地方来 拥护道场 庄严道场 道场来的菩萨是无量无边 行护菩萨座 东道主 其实 东道主不止贤虎一个人 苏佛世界菩萨也很多 为什么用他呢 用他这个名号来表发 再讲 第一个使命是护法 出家菩萨 第一个使命是护法 护法当然也要护法 护护这两种任务 出家是以护法为主 护法为辅足 在家菩萨是护法为主 弘法为辅足 弘法都要兼顾啊 兼顾里面呢 有兵主之分 四种同修要密切合作 佛法才能够 救助世界 利益众生 要四种密切合作 不能分家了 你看今天 佛法里都不团结 我们的人力 财力 统统都分散掉了 对自己 有莫大的损失 对一切众生更不必说 如果真正有心 要把佛阳 弘遍全世界 把佛法 能够普度世界 一切 有心众生 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用什么方法做到 团结就能做到 我们的人力 集中 财力 集中 力量 集中之后 就能做到 所以今天 大家都分散了 把力量 分化掉了 非常非常的 可惜 做什么事情 都受很大的限制 人生不够 财力不够 真的是 先由于而力不足 所以佛在此地 用洗言护 菩萨 把它放在第一位 就是提醒我们 这段事情 洗言是讲德 有智慧 有德能 互使 互发 互持 正方 互发的功德 跟红发 是同代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 互发的工作 超过红发 你们诸位 信心想想 你就了解了 红发的人才 不是没有啊 在家出家 四众弟子 要想发心 弘扬佛发 都不难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有没有一个得力的护法 有一个就能做出一番思义 如果有很多护法 那你的红发事业 绝不在 祝福 这些大菩萨 视线的 所作所为 不在他之下 所以 互发的功德 不可思议 我在这一生当中 亲身经历的 我也在此地 讲过几遍 我年轻的时候 在礼宾老会下 学经教 学成之后 如果没有遇到 这已经往生 去年往生的 韩广长 你们这同学当中 还有人见过他 他到此地来过 很多次 没有他的护持 我们也就 一点能力都没有 那个就是 要没有这个护法的人 最后就两条路走了 一个去赶金灿了 那不甘心赶金灿 就还俗 就这两条路 无路可走 遇到这么一个护法 他罚大心 想方设法 没有道场 租地方 借地方 让我每一个星期 将近 三十年不中断 三十年不中断 那他的功劳 每一个星期 至少 讲五天 多的时候 七天都讲 所以我这个三十年 讲台 没有中断过 不是说 我讲金 讲得好 别人不如我 没有这个道理 比我好的人 多得太多 没有人护持 换一句话说 他没有机会 在讲台上练习 他的才干 也抹而不掌 你说多可惜 我们在国际上 红阀都是缘分 我在台北讲金